8月31日上海发生了一起造成数十人伤亡的一安泄露事件 有民众在事故前两个小时就向媒体反应闻到了刺鼻怪味 但环保部门说是在进行烟雾弹演习 事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此伤是否无法避免 一起来深入了解 31号上午11点位于宝山区风祥路的翁牌冷藏事业有限公司 发生夜安泄露事故 仅根据宝山区政府在微博上的通报 目前已经造成15人死亡 25人受伤 虽然是突发事故但也有居民质疑 死伤原本可以减轻甚至避免 因为在上午8点多附近多个小区的居民和网友 就向当地的新民晚报反映 空气中有强烈的刺鼻味道 令人眼痛 喉咙痛 疑似化学物泄露 两小时后 渣北环境监察支队负责人才给出了解释 然而就在一小时之后 造成数十人死伤的惨剧发生了 官方称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而环境监察支队又拒绝透露 所谓演习烟雾弹的部门 目前事故真相仍在烟雾之中 新唐人记者张天宇采访报道